昨天是第32个全国住残日 今年住残日的主题是 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残疾人权益 截至去年底 我国城乡持政残疾人就业人数 达到了881.6万人 十年来我国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 每年保持在30万人以上 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出台 和新兴职业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就业 有了新的选择 江月 我以为你们不会再回来了 方小姐 贺先生让我告诉您一声 阿环紧紧地抱着小毯子说 不 妈 我就是喜欢小毯子 我是杨叔 目前是一名全职的有声演播者 播过的主术加上角色音小说加起来 应该有个50来本了吧 很多视障者都会跟我有一样的经历 从小就对声音会比较敏感 也比较有兴趣 我有一天发现网络平台有一些针对 就是视障群体 残疾群体的这种 就是培训 然后他们会来招募主播 你可以录制一段就小样 发过去 跟这种形式是不是也可以 我也可以去投这个稿件 然后跟着老师从普通话开始就一点点磨 然后在磨的过程当中 投地这个稿件 投了一些短篇的 然后就示众了 明眼人的话是用试读 我是用听读 一只耳朵听读评 然后我在用自己的语言 把我听到的内容 用我的感情把它演绎出来 像我不知道有读评软件之前 我是完全没有想过 我可以从事这个小说的播读的 因为小说的字数很多 那我的话是看不到这个纸上的这个字的 通过这个残联的培训 直到有读评软件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真的是如获至宝吧 残联也会给我们发一个这个读评软件 让我们使用第二本长篇的时候 发现我是可以接书的了 然后全职做了这个就是有声小说的录制 我可以用自己的兴趣养活自己 就是说的俗一点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白月光变成大米饭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像杨叔这样的残疾人还有很多 为了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2022到2024年 其中提出2022到2024年 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 此外三年行动方案提出 各地要保障残疾人就业培训 就业服务补贴奖励等相关资金投入 加大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用人单位的奖励力度 并实现残疾人就业数据的互联互通 独闭少年长大想当篮球运动员 师从女孩学纯语考上清华博士 独属大哥用腿救起落水司机 篮球女孩蜕变为水中飞鱼 残疾人一样可以拥有精彩的人生 我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 他们没有受魁于身体的残缺 寻梦而行向阳而生 我想当一个篮球运动员 刚刚练球的时候没多久 头进了第一个三分 中文字幕ều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使我艳运乐观 生活中充满阳光 只许我手里脚本 但我仍不听他事 不住我又的一手 希望自己都更加努力 不可以让那些 十万祖国的人 十万 单手自身和双手自身 肯定不一样 肯定要满一些 把离子的方面 担心给大家 让大家有更多 拼搏的方向 其实也是挺好的 不想的话 就慢慢显示一致面 能挣点钱 帮助一下其他人 因为我自己嘴巴说不方便 我就把他救了 三个金子的 是人嘛 是最一是 他把我救 我把他打开出来 救援的时候 有个老太太 三个小姐 为什么救援呢 因为我说 这是每一个 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 我们国家有呢 国家是没有呢 我们是有的 在第一时间 能够解决 避免的痛苦 我感到呢 是我心里面的 最高兴的一件事 我感到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